投資獎聽說你的鴻海今天有大動作 我們買在164元的鴻海 我們居然獲利在220元 獲利31%出掉了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動作 難道是因為看到了川普要跟台積電收保護費 那台積電怎麼辦 會越要越多越跌越兇嗎 會不會 會不會台股也越跌越兇 川普真的會這樣搞嗎 第二件事情 川普真的會單選嗎 第三件事情你想想看 川普單選會搞台積電搞台股 不搞鴻海嗎 難道這就是因為我賣鴻海 不賣管達原因嗎 台積鴻海管達 接下來何去何從 下週美國選舉前 還有選舉後 台灣股市何去何從 會崩盤嗎 還是大展呢 通通在今天農曼法節我一次說個分明 什麼浪漫 onto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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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fty 郭子龍分析師的官方帳號 Facebook臉書只要看到贊助標示貼文 請立刻提高警覺 因為這百分之百是臉書詐騙 加入LINE後 先確認是否有銀色盾牌標章 還要點選大頭貼 只有粉絲人數超過18萬 才是真正的郭子龍分析師LINE的官方帳號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10月28號 台股下跌150點 收在23,198點 揮達盤中短暫超越蘋果的市值 市場聚焦本週五的非農就業報告 試圖尋找聯準會降息幅度的線索 每股指數漲跌互漸 而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數 台積電受到川普再提及晶片保護 開盤先帶動大盤漲白點 但隨後走低 不過全職股紅海聯發科廣達力手平盤 後續盤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YouTube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 常常爆滿 全台灣超超書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師 在這一波瘋疊47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又在本波段人最低點 大力進場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頭長好 Coco 各位的朋友大家好 好恐怖喔 投資長 對好恐怖喔 川普啦又在恐嚇了 說台灣偷走了美國的晶片 我是台灣第一個在今年年初喔 等一下可以播重播 今年年初就是說 川普會搞台積電的男人 所以我最了解川普 因為我看過他非常多的著作 基本上台灣人買的書 甚至國外有些英文的 因為中文有些已經絕版了 英文的我就去買回來了 那你就知道我做功課做得多認真 研究得多深 所以我是第一個知道 川普會搞台灣的分析師 等一下可以看重播 重點是 川普這一次講話越來越硬了 哇很猖獗欸 講話是這樣說欸 哇說什麼欸 就算黑班也是要繳保護費啊 是不是要我們保護 又不是拿錢給我們 可是 我想的是這樣子啊 那歡迎來駐軍啊 你美國你敢駐軍嗎 你敢駐軍我們就敢給保護費啊 是不是講這個話 是不是說哇台灣你要給我保護費 你 你要我保護不給保護費 趕快來 好 台灣民調應該 應該100個人 應該90個願意來駐軍吧 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 好像 言不正 名不正言不順的好不好 可是問題是 他感覺對台灣人很歧視 那就是因為那時候 郭台銘統治長在威斯康辛州 對他的承諾 然後 沒有實現嘛 那這個我到時候跟你講 接下來走是怎麼樣 川普到底會單選 你一定要找最獨家的分析師 了解一切的分析師 好不好 因為這絕對影響到台股 因為上次就是因為這樣 多疊個3000點嘛 有沒有影響 所以我們今天獨家 要告訴大家這些獨家秘密 好的 因為投資長之前就說過了 川普如果上任之後會搞台積電 雖然現在還沒有當選 但是今天台積電就開高走低了 而且呢 投資長也說過了 台積電呢 不管台積電是漲還是跌 台股呢 在台積電大漲過後的10天還有一個月 台股都會是漲的 那麼呢 現在台股回檔不就是我們進場的好時機了嗎 等一下 我之前是這樣講對不對 可是現在看法不一樣了 好不好 那個表格可能不一定準 因為畢竟 我要告訴大家 我每天解盤就是有意外的時候 一定要可能要修正我看法 我現在要修正一下 因為這個漁波彈漾啊 這個一定會影響接下來的大家 買盤的走 買盤就是走勢啊 還有我們的買盤會不會縮手 一定會 會變成停看廳啊 不然照理來說 其實現在量再縮 然後點閱率下滑 通常來講 股市會噴出去 可是川普講這句話 那難免會影響 台灣人賞戶的一個信心啊 你聽懂嗎 你都忘記台灣的賞戶喔 以前是什麼 比如說 人家的賤民化修 比如說 韓國股市發生什麼事情啊 金正恩金正日發生什麼事情啊 韓國股市跌 台灣一起跌 日本發生什麼事情啊 台灣一起跌 現在大家 現在是台灣不是自身於世外 台灣現在是 核子彈的中心 你知道嗎 怎麼辦 所以等一下我告訴大家 我本來做那個表格 因為新的因素加入以後 我不能說他這一次一定會漲 因為川普這句話是 核子彈的言論 只是說更加深更確定的 看起來看法不改其次 之前還會不講這些話 所以川普到底怎麼看待台灣 的確會影響台灣股市 等一下會聽我味道來 好的 謝謝投資長 那我們的標股呢 像是我們的鴻海 是再創波段新高 我們已經獲利31%了 還有偽創是創下3個多月新高 廣達也是持續獲利30% 台達電監是創下波段新高 我們已經獲利15%了 但是呢 最想知道的就是 本週五的恐怖數據連發 再加上川普這個胃爆蛋 台股接下來到底要怎麼看 因為要注意一下 這從政治景氣面去看的東西 比如說從政治 我不想要講政治 可是有時候不得不講政治 你看比如說他已經把台灣是可以賣的 他說如果 比如說對岸如果入侵台灣的話 他說多付一些關稅 天啊 你只要多付一些關稅 他只要錢 那你要跟我們要保護費 然後要完保護費以後 然後又要對岸如果攻擊我們的話 侵略我們的話 你又只跟中國 就是說要關稅 這是解決之道嗎 不是 你都出一張嘴就好了 我是覺得台灣人真的很可憐 好不好 快變亞西亞的孤兒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沒有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先來看一下預告 因為我姐姐應該是 最有本事 去預告這些的分析師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2月的時候 因為那2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預告 可是2月那時候影響不大 我們先看那時候2月 只是我要告訴你 就是說我看很遠 來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2月 是2月26 2月26號 沒事吧 半年前的事情 誇不誇張 那時候 你看 那時候講 我講川普那時候搞台灣 那時候沒有分析師講 所以我就告訴你機率 80%算很高 我講80%算很高 因為我們 我們是合法分析師 跟那些網紅 不一樣 跟那些沒有真的實戰經驗的網紅 不一樣 好不好 或者是嘴巴說真的賺很多錢 網紅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有分析師執照的 我們不能說100% 說80%已經很高了 主管機關規定我們 其實不能說100% 反正投資本就沒有100% 所以我認同 然後我說80% 川普會搞台積電 會搞台灣 3 2 1 好 好 所以0050要買 可是川普當權後 我認為有80% 他會抵制 台灣的晶片 會搞 會搞台灣晶片 你知道嗎 一來我覺得他是有仇的 他覺得那時候 他是威斯堪新州 你看有仇吧 威斯堪新州 就是郭台銘董事長 那時候 沒有辦法 川普這個人非常記仇 你這威斯堪新州 我覺得那時候 郭台銘董事長 也想要當總統 所以就畫一個支票 可是你如果說 對日本人畫巴拉票 日本人可能就算了 對美國人 對川普這種人 那不行 你看記仇到現在 有沒有準 很恐怖二月 那為什麼二月的時候 那時候影響不大 因為那時候大家不覺得 川普會單選 可是因為像賀吉利 他去上FOX台 服侍電視台 然後專反太差 問A答B 像我常常有時候跟你們開會的時候 你們如果問A答B 會不會生氣 會生氣 他整個問A答B 可是我覺得最傻的是什麼 他居然去上服侍電視台專訪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好像譬如說 我今天 譬如說我今天那個 韓導叫什麼名字 國民黨叫什麼 國民黨現在立法院院長叫什麼 韓國瑜 韓國瑜 韓國瑜今天專反 然後去那個 去三立去民事 問的問題一定比較尖銳一點點 這個沒有錯吧 懂了 這個沒錯 或者民進黨的候選人 然後跑去那個 那什麼 中市去問一樣 這個問題一定不會比較好 你聽你懂嗎 甚至有人不會去問 不會去接受專反 他接受專反就算了 我以為他準備很好 結果沒有準備得很好 從那時候開始民調 就是從23號開始 就是上個月的 9月23號開始 那時候你會發現 那美債就怎樣 就開始跌了 說到美債 等一下再講美債 所以我先講 我就說 那時候 因為2月我就預告這個事情 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2月 可是那時候影響股市不大 可是上一次就影響大了 因為在6、7月的時候 有沒有 那時候怎麼樣 那時候就是好像 種植到那左右的時間 民調已經起來了 你聽懂嗎 你看 來自2月 7月的時候 因為我怕你是 是害怕萬計了 害怕想起來 真的萬計來 是害怕想起來了 7月16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看到 拉台機撒紅外管達 有沒有看到 明天結算日不妙 來有沒有看到 7月多少 這個還是 7月16 來喔 跟今天一樣的服裝 真的耶 你看我今天不同一樣服裝 我很多那個領帶 還有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好 3、21、76 這跟大家講 那可是范斯今天有講的一句話 他跟川普講話一樣 他說美國要建立完整的 晶片的生產體系 所以以後台積電會被壓著 脖子去 聽說有八卦我不知道 他說之前的 那個董事長 台積電董事長下台 就是因為他在美國怎麼樣 設廠 那本來就不得不 這是未來的趨勢 好不好 那所以這個到時候 川普單選後會不會對於 你注意看一下 最近台積電ADR真的有受影響 有些人就怕川普單選以後 會影響台積電外的走勢 注意一下好不好 一直有人說聲音有點小耶 有沒有看到 有 影響台積電走勢有沒有 今天可以開高走低 對 台灣股市今天本來應該要漲個150點 200點 最後可以跌150點 大事不妙了 所以你看有沒有恐怖 7月16號的預告有沒有看到 有 好7月16號預告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給我 7月16號預告 來 詐騙 誇不誇張 那時候跌多少 不好意思打個歌 來 2萬4 從2萬4跌到19662點 誇不誇張 很恐怖啦 跌了4000點 對 你看那時候為什麼就真的跌下去了 就是川普這句話影響大家 還有那時候外資空單 還有巴菲特 現金持股 現金比例非常高 還有那個ISM的PMI 這禮拜五要公佈ISM PMI 還有那時候失業率不好 一連串的失誤 一連串的錯誤 那台灣股市跌4000點 而這一切從川普那句話開始 那你問我現在會不會 第一個 一股作氣再二摔二截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會不會有機會 這個單的會影響很大 可是大家還是怕 一個他已經講很多次了 第二個 他畢竟還沒單選 可是你單選後 你要注意一下 這是中產期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到最後已經結論了 台灣本身 我已經告訴你預期了 川普如果單選 不過很難預期到底誰單選 因為真的很難預期 川普單選第一件事情 會怎麼樣 會叫台灣多付保護費 你聽懂嗎 川普還是不會駐軍 你不要想太多 可是錢要多一點 武器要多一點 賣給你一些爛武器 那就是美其民是賣你武器 結果要你錢 然後不出人 人不給你 美國軍隊不派過來 這是川普 要錢一定要更多 第二個 一定逼著台積電 的怎麼樣 上中下游 全部怎麼樣 地區什麼 去美國設產 啊知道嗎 恭喜你們 這些台積電上下游 產商的工程師們 你們有那個綠卡 可以拿了 是 你們小孩可以成為美國人了 苦啊 苦的台股 這開玩笑 可是問題成本會大增 好不好 這台股我一定什麼 他一定越要越多 我可以講一件事 他一定越要越多 所以這個就是郭台銘董事長 那時候下決策 他也沒想到川普還會再單選 然後激恨成這樣子 所以我跟大家講 苦的是全部台灣的人民 好不好 雖然我蠻喜歡郭台銘董事長的 可是這一次應該蠻苦的 好不好 好 那你看一下 今天外資買80億 然後賣2億 自營商賣19億 那為什麼台股敵人這樣子 外資買 買有兩種 一種是什麼 外資有時候只是看 美股漲不漲 你懂不懂意思 可是你看一件事情 台股會展示來自於信心 你不懂沒關係 你看台灣股市跟日本股市 你覺得誰比較強 你看不懂對不對 台股是不是在季線之上 紅色是季線 對 差很多嘛對不對 日本股市是不是剛好季線 是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台股強 台股在季線之上很遠 日本股市還剛好在季線對不對 以前在2010年之前 相關係數高達 那不是我說的 其實那時候證交所我做過研究 大概2008年的時候我做過研究 我印象中我們2010809 韓國跟我們相關係數高達95% 等於我們漲1% 基本上他們應該也會漲1% 等於0.95% 是因為我們的關係你知道嗎 你懂嗎 這是跟大家講 就是漲1%裡面的0.95% 是跟我們有關係 好 來 韓國股市你看一下 剛才台灣股市站上記憲 韓國股市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最差就是說 我們跟韓國股市跟日本股市怎麼樣 隨波漂流 台灣股市沒那麼強 因為內資有些會落跑 現在問題是內資會落跑 你們聽懂嗎 而且經過上次4000點 大家余計猶存 你知道嗎 所以影響的是內資 那你說外資會不會 因為現在外資就像小額了 外資小額會不會到時候 也受影響 也基本上也會啦 好不好 所以你們應該台灣人應該保佑 川普最好不要單選 那川普會不會單選 我不知道耶 媒體一面倒 可是美國選舉有時候瘋瘋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到時候你看那個賓州 跟密西根州 看這兩 看這兩州的選舉的結束 這兩州以後對不對 誰贏就知道 基本上其他都不用看了 什麼加州都不用看 加州一定投民主黨 你知道嗎 好 看這兩州知道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 台積電大漲後的行情統計對不對 我本來就說這禮拜應該要漲嘛 還是有可能 可是 問題是現在 也不能說機率那麼高了 為什麼 台積電是不是大漲後 是不是你看也有跌的 所以那時候不是這樣 大漲後也有可能跌 這樣我對的嘛對不對 看起來台積電漲不上去1100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大家有沒有看一下喔 你們覺得很恐怖 那時候我說1100 會上去 可是上去要走了對不對 有 我哪邊錯 沒錯 我換成鴻海 我換成管達 哪邊錯 by the way 可是我今天出了鴻海 喔 廢話 我剛才不出鴻海 我問你啊 當初是誰搞川普 我剛才說誰 鴻海 姓郭是誰 郭台銘啦 有這麼難嗎 太多姓郭了 你要小心一點喔 你知道嗎 今天我看PTT說 還有八卦板要討論我 討論就是說 你是第幾位哲女男啊 哲女男 哲 對不起我發音大字頭 哲女郎 哲女郎 對 聽說你是第幾位 我是第九位 第九位齁 你要小心一點 現在第十位已經Ready好了 我九天玄女 好 這20年來齁 你是第九位啦 郭台銘啦 好 扯遠了 智慧好不好 對 郭台銘 郭台銘怎麼樣 那郭台銘是哪一家公司 鴻海 所以我才能賣鴻海啊 開玩笑 你覺得他才莫名其妙 只是因為郭台銘 鴻海的關係 你看 就開始 只要如果是七月預告這事 就算了 二月 所以你就知道 給我了解川普吧 你以後川普要單選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我節目 因為全台灣不會有人 比我了解川普 他有仇必報 好不好 人家不是偽君 只要真小人 你知道嗎 同了 好不好 不過某方面我當然喜歡川普 可是因為他歧視我們 但是我也不能喜歡他 你聽懂嗎 你聽懂嗎 懂啊 因為有些人覺得他比較男性主義 真的啦 你中蛋以後 我要Fight Fight 不是有幾個 每個人可以像他這樣子 真的 所以這些真的有吸引到一些男性的選票 像這邊就變成男性跟女性的對決 女生大部分都會 投賀錦麗 就是乖乖的無害 雖然答不出來什麼問題 那川普就是很強勢 可是美國又是什麼 又是什麼 英雄主義 你中蛋答對了 所以大家就比較喜歡 你不要答對一條 像以包敲起來 這都很簡單的東西好不好 好啦 所以 但是紅海我要除掉 所以紅海你看一下我除掉 你看今天很誇張 今天紅海是被我賣下來的 扯 很扯 來幫我念一下 畫面給你好 念一下 8月8號禮拜四的簡訊 請買進2317紅海 掛在164元買進 已經買進的可以不用再買 今天是10月28號禮拜一 親愛的清代會員你好 好 若您手上有2317紅海 請掛在220元獲利賣出 恭喜大賺 沒有紅海的請不用理會此簡訊 謝謝 你看我今天9點14分發 你自己看 很早 你自己看 我把它賣下來了 那剛才是清代會員 清代會員 清代會員我很少去發這個簡訊 可是這個沒有造假 因為清代會員冷水不少 你看 有沒有看到 在這邊9點10幾分嗎 有有 一路被我賣下來 扯不扯 很扯 一路被我賣下來 大型全職股壞被我賣下來 今天普通會員只賣到215 有些賣216 215 沒有辦法 可是我對普通會員很好 也賺差不多30% 有有30 沒有辦法 有些普通會員要省小錢 花大錢我沒有辦法 如果你至少300萬以上 200萬以上 其實基本上你應該要省等級 所以你看今天是不是有差 有人賣215 甚至有人賣211 結果普通會員只賣215 雖然都賺30% 如果沒記錯的話 都賺30%以上 都賺30%以上 你賺三檔股票30% 全部都中壓的話 你就賺一倍了 200萬就變400萬 2000萬就變4000萬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你不要少看這個 221元賣跟215元賣 我在跟普通會員對話 你聽懂嗎 記得要趕快升級好不好 最近績效很好 所以我當然要走 我跟你講我才不管3721 找那麼多我當然要走 訂當好 訂當好是用來出貨用的 當然我不是經濟日報出貨用的 訂當好怎麼樣 是參考用的你懂不懂 我當然是訂當好的時候股價還漲 訂當不好的時候股價跌 可是你還在股價跌的時候買 我有沒有說現在高出低進 有 我有沒有說台灣股市占不穩2萬4 有沒有講 有講 有沒有講 有 23713最高2373 騎握到2萬4 就靠近一個晚上 那時候我空蛋被嘎 是不是 是 就如同我這一次本來多單怎麼樣 也怎麼樣 也賠錢 可是我趁夜盤的時候 11點的時候 沒有 還在公司發文章發訊息啊 發給齊火委員 逆轉是白白白點喔 你要就這樣分析師啊 所有齊火委員可以作證啊 你禮拜五在幹什麼各位 我禮拜五為你們加班 所以我成為台灣最紅分析師剛好而已 那些批批我的同業 你記得他們批批我的時候 打下去問他們 可不可以像姊姊一樣每天在加班 可不可以像姊姊一樣一個月錄100集 我錄到都很累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錄完以後我在幹什麼嗎 禮拜天我在跟恩典還有時間放空 你在放空兩個字啊 是說放空棋子還是腦袋放空 你講的是哪一個 好像沒辦法放空腦袋放空 腦袋放空那沒有辦法放空 還在思考 不過接下來請問我可能會放空為主 可能會放空 因為川普這句話會 會那個余音落糧 我覺得還是會有大家會怕 不要說放空為主 我就多跟空洞做 我前陣子是多為主 好 先跟大家講 好外面扯圓了 亂我的節奏 一個月 8100集影片 我昨天要去跑步 河底跑步 遇到吉林老師他要去練三鐵 看到我還覺得 頭讚 你好厲害 你就比我們滿好幾倍 結果我還在去跑步 也沒辦法 我昨天跑了快10公里 就為了大家 可是我有點越跑越重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很容易斬肌肉 跑了以後 然後吃一樣東西 我 人家是 你看我自己看 我越壯了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你隨便用我力你就知道 越來越崩了 越來越崩了 怎麼辦 手臂很粗 太容易斬肌肉了 吃一吃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運動完以後很容易胖 會 因為就想吃 我吃一樣東西 體重會還增加 為什麼 你不要 我特別容易 其實每個人體質不同 我特別容易斬肌肉 好扯遠的 你知道嗎 反正我就花很多時間在他身上 所以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把他當中興趣了 好不好 基本上今天是要斬的 好不好 為什麼今天要斬的 可是川普這一句話 就是有時候股市 為什麼 我覺得我指責有時候不屑 因為他們就是 亂講就好了 可是對我們有時候 總體系列數據 然後一兩個 不是總體系列數據它是很複雜 它100個好資料 然後100個好的資訊 100個好的數據 一個壞 一個壞的數據 就可以詆毀全部的 川普這件事 就會詆毀全部的事情 大家知道嗎 知道了 所以之前統計數據我說 台積電大跌 台積電大漲過後 後10個交易日 台股應該都漲 嗯 對不對 不管台積電有沒有漲跌 台股都漲 現在我可能要收回這句話 因為川普這句話還是有影響 你看外資今天很聰明啊 看起來期貨是買超81 對不對 那空檔為什麼要增加 哦 避險哦 它也避險哦 你知道 一下增加2850口 要注意一下 而且為什麼第二個我要說 期貨我考慮要 可能要做個空 來 現在漲40點哦 可是我要考慮多個空 你為什麼一直看哦 今天23365對不對 對的 指數23198對不對 嗯 沒錯吧 正價差多少 正價差差不多167點 是 正價差太多了 哦 要會收斂你懂不懂 懂啊 這件事哦 大盤現在大概23198吧 大概2萬3千2百點 嗯 現在23360 太多正價差 正價差你會收斂 你關於收斂的過程中對不對 嗯 如果你做多 你就賠160點了 你做空就先賺160點了 所以大盤直接拉起來 可是我說過了 這句話的確影響大家最多 做多的 這是什麼 做多的一個想法 嗯 那川普當選的更危險一點點 所以我現在逢高 我先出紅海 會不會要出其它股票 不好意思 這是會員權益 其實我今天不應該講 只是我今天賣的很開心 我連紅海都可以 怎麼樣 賣高疊 下去下去下去 沒錯 你要就是一個 黃疊哦 來我們看一下 雙紅508買 然後賺46% 76賣 賺46 508 76 有看到嗎 有 有看到嗎 好慘喔 這是有基本面的喔 你看最近什麼 細光子 疊慘了啦 沒基本面的 今年還在賠錢的 疊停板喔 我跟你講你要注意喔 這真的很誇張喔 我跟妳講 行情不好的時候 細光子這很多都是主力的股票喔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它要走的時候是比誰就跌的很慘喔 好不好 這個官聖對不對 官聖我是有讓你賺錢的對不對 我跟你講 只要細光子相關的 現在都要注意 整個正式的就不推薦了喔 所以妳以後不要問我官聖的想法喔 還有一些會員之前留言嘛 官聖至聖 第一個官聖讓你賺錢 第二個至聖也有時間讓你跑 也有機會賺錢 我選每一張股票都有時間讓你賺錢 你不要講好笑 我害死你一樣 行情現在本來就亂操作 那鴻海管打妳要不要謝謝我 不需要 只是妳不要亂抱怨 妳懂嗎 妳要每天節目看我 也有人說 阿哲哲 妳怎麼變來變去 川普突然又講妳那句話 我得要改變我看法 不然我每天節目幹嘛 我每天錄100集不就是 萬一有集市的時候告訴妳 夠意思了啦 我們會員喔 我跟你講一件事啦 我上次行之後不是突破歷史紀錄嗎 突破頭顧喔 所有分析師裡面喔 你都可以拿一個分析師跟我比 沒問題 這一二十年來沒問題 我會給他賭一百萬一七萬都沒問題 他絕對不敢跟我賭 他在怎麼罵我 絕對不敢跟我賭 他不敢跟我賭星星日報巡古績效就算了 他也不敢跟我賭贏的時候 我的會員人數都不敢賭 我告訴你那時候 散散個月 然後七八月的 八月的時候業績好 這個月 也非常好 也是很多人 我知道現在一定很多人要打電話去問那個 我們摩爾分析師做多好 阿妳知道為什麼這個月我業績鬆好嗎 會費金額很高嗎 為什麼 續約升級 我很多人一直續約啊 因為我記得太好了 因為一堆股票 紅海台積電也賣得漂亮 然後去轉紅海管達好漂亮 現在紅海要賣得漂亮 我先跟大家講 現在細關子要注意一下 細關子就先不要碰了 看起來有危險喔 好不好 扇權曾經那你賺過50%對不對 有 那我跟你講喔 那時候還在這邊推薦 現在怎麼賣都ok喔 我先跟你講喔 扇權跟 官聖我曾經有推薦的細關子 以後我都不再講了 就是我不算推薦的喔 你知道嗎 我要講得很清楚 之前我就暗示你了 這樣講得很清楚 注意一下細關子的逃難行情 注意好不好 有 ok嗎 ok嗎 沒有基本的股票 本人家要跑得更壞 你看你不會看到紅海獅 一根跌停板這樣跌 可是你會看到一細關子 會這樣一根跌停板鎖死 這樣懂不懂 好不好 指指都講在前面喔 好不好 好 來 來 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可能 哎呀 等一下 畫面給我 怎麼看 看正要呢 正要算今天破線了 真的破線了 好不好 不用你們問我直接看就知道 所以這個行情你要注意一下 有些股票可能賺錢 哲哲會帶你走 你聽懂嗎 好不好 這行情現在要來操作 可是 我覺得 要可以出部分賺錢的股票 可是不是沒膽要出 為什麼 那到底要不要出 以會員為主 為什麼不是全部要出 因為川普不是百分之百單選 你懂嗎 川普不是百分之百單選 雖然美國比較英雄主義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討厭怎麼樣 川普 這一次 我覺得會贏者全拿 有人說會贏者全拿 你聽懂嗎 因為人家說得也很好 2012年的時候很多人低估 歐巴馬的 選情 就如同2020年很多人低估 怎麼樣 川普的選情一樣 川普那時候也是 略輸而已 你聽懂嗎 那時候民調他是寬輸 最後略輸 那這一次 川普 確定會贏嗎 你要去想一想 好不好 雖然美國是英雄主義的 可是有些人也不太喜歡 馬斯克 因為太臭屁了 都有 你知道嗎 好不好 這都有 我只能跟你講 我這次我沒有預告 很難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說美債已經因為他已經大幅度影響了 好不好 有 這再加碼 我沒關係 我這再加碼 再跌我再加買1000萬 好不好 好不好 明天再跌的話我就再買一個1000萬 好不好 明天再跌的話就再買1000萬 30.24 再跌 我就 再加碼 老天爺送錢給我沒關係 為什麼我再跌 我再加碼 來 第一個 川普如果單選了 大家已經知道 可能國庫有問題 而且川普單選前講的話 跟單選後講的話 有時候不太一樣 如果財政快要爆表了 他還是會緊張一點點 他會拿關稅來補 國庫嘛 說不定那時候就不會印那麼多鈔票了 不會印那麼多國庫了 不會印那麼多債券的美國國債了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萬一川普沒有單選了 你要注意喔 這一波開始跌喔 是從大概 23號這邊開始跌 923 2327啦 26吧 我竟然沒錯 市長那個表給我 然後從這邊開始 主要如果跌是這一段 這一段跌是川普的原因知道嗎 這一段跌是川普的原因 市長給我嫌棄日期喔 這一段跌是跌川普 這段你知道嗎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川普沒單選了 他會直接跳空 倒上去 他跳空 甚至跳4-5% 真的是8% 我沒有跨山喔 他會瞬間就是很短的時間內漲到5-8% 借我這句話 那時候你買美債就賺翻了 對 所以該加碼就加碼 你知道嗎 OK 這時候美國政府要倒了 美國政府要倒了 全世界都要倒 正常就好 要毀滅一起毀滅 政府很公平 嗯 可是台積電倒了 美國還是不會倒 這時候你就知道 哇 不分在美債沒有什麼不好 嗯 來我預言今天很對囉 今年已經很多人討論了喔 0940 0919 0929 0940已經變5%了喔 高股息變低股息了喔 其實不是高股息變低股息 是你們錯誤 的想法 我有沒有說過台灣50的報酬版 就比什麼 高股息多 我講多久 我至少錄了50級 50級誇張 可是我知道講了50級 有啦 真的有啦 真的從以前到現在50級 你自己不認真聽 嗯 那 去年你會覺得我全部都錯 對不對 今年年初 0940 乾散事的時候你會覺得我是錯 因為那時候要10%嘛 嗯 現在你覺得誰對誰錯 頭長是對的 看了一年喔 那美債也是一樣啊 美債我什麼時候錯 投資朋友你要注意一下 美債我當初是賣在這邊 我是8月的時候你好像當 當封省欸 對啊 9月11號創新高的時候在這邊 我等於才錯 多少 一個半月被人家罵死了 我快笑死了 你拜託又一年來看我好不好 很多人都啦 嘴巴在講我什麼 我講什麼資源 我講什麼股票 你怎麼不看其他99檔股票 嗯 郭子龍再怎麼樣就是全台灣最認真分析師啊 郭子龍再怎麼樣就是敢砸錢 買個1的台灣50 買個1的美債 證明給你看啊 郭子龍再怎麼樣就是我賺到錢 我還是會捐錢 我還是會捐個幾百萬啊 我捐個家福基金 我捐個瓷器 捐個幾百萬 我還要捐救護車啊 這你都知道啊 有什麼好批評的 你批評沒關係 可是請你要還我公道 我是最認真分析師 是的 我11點我還發訊息給會員的 你知道 起握我10點多11點才 發訊息 我已經不到幾點了 10點多11點才發訊息 那代表一件事情你知道嗎 是啊 代表是我是極度的 高壓力的情況下一整天 對 你要搞清楚 你聽得懂嗎 我等於我現在講話的時候我可能還在偷看個美債你知道嗎 不是美債 我還偷看個起握 你懂嗎 向展47點來看 那時候賣得很漂亮耶 不然今天 少賺三四百點耶 你懂不懂 懂 你懂我在說什麼嗎 懂 姊姊你都只做起握沒有照顧我們會員 都有都有收會員 都有 好不好 有 啊但是今天等於我起握不斷都等於賺嘛 賺了以後今天單充第一筆賠 第二筆賺 第三筆賠 我要講實在話 這個你都可以作證 你要想一件事 姊姊沒說完話都被人家叮著這樣子 說完話也得了 對啊 因為太多同業想要看姊姊笑話了 來 10點56分 所有多單在23680 貨利甩有沒有到 有沒有到 上週五 上週五 23860你看 少了500點 向長51點還是少多少 少500點嗎 有 差不多 炒490點有沒有到 漂亮 很漂亮 幸好先晚餐 所以你看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有 晚起的鳥兒有波段多段可以出 有 好像沒有押韻 晚起的鳥兒晚睡鳥兒也有蟲吃啦 都有東西吃 不睡覺鳥兒就 好啦 這樣講好了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不睡覺鳥兒可以吃全部的蟲 是不是 是的 真的 早起鳥兒有蟲吃 不睡覺鳥兒吃最多啦 4點56分 期貨簡訊 好不好 全都吃 全都吃啦 全都吃啦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看 這行情已經很難了 我跟你講 這個月一定是我續月率最高的 但我不敢說每一攤股票都搶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像我剛才講的 又這下下去了 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小型股產操作 先跟大家講 萬聖傑有人扮 有人扮 有人扮演被你騙去買美債的賞戶 你有看到嗎 哎呀你就傻傻的啦 我知道你說有人扮那個就是小弟弟嘛 給糖對不對 就是股票就漲對不對 然後那個 沒有 然後那個 不給糖就是疊 然後 然後那個 給糖 給糖以後 美債就漲了 上面寫美債 那個是10年前的圖片好不好 10年前喔 那個 只是把美債改掉而已啊 喔 下面加個美債 是你被騙的 好不好 你沒講什麼我都知道 你看你覺得很恐怖 很厲害 隨便我也要講個梗 我都知道 真的 就是扮演他只是修圖而已 他可能比以前是 美油 那個原大那個原油ETF 然後現在改成美債 你聽懂嗎 把名字改掉而已 那都是那張圖啊 那都三四年前的圖了好不好 所以 萬聖傑有人扮演你被騙 去買美債的賞戶 你被人家騙了 不是我被人家騙了 OK 懂了 有人扮演被你騙去買美債的賞戶 你看到沒 他們好像都忘記我之前賺1500萬 賞戶都很變態 都要求很高 好啦沒關係 你們盡量送我 我沒渣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雖然我 4元見準神經小培 但當初日子比較多是有賺 謝謝你 美債叫跌太產 不會不會 好不好 小型股不好操作的話可以先不管獲利先出一蛋嗎 免得轉贏為虧 我都有考慮 不過這次會員區 不要跟他們講啊 是不是因為今天講句話我還是注意一下 好不好 周五的飛龍就業人口 上次公佈25.4 這次預測就11.1萬 蠻少的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風險的 我覺得這次數據應該做好做滿 我賀錦麗快要 我賀錦麗快要輸光光了 歷史上第一次 因為我今天看新聞第一次普選贏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第一次 怎麼樣普選 就加州可以贏幾百萬票 就到最後全 全國還倒輸 你知道嗎 就好像台北市新北市對不對 國民黨贏了一兩百萬票 到最後全國是輸的 這感覺好像 很吵 對不對 對 請問怎麼看優勢資本買的大股 大股50宏 謝謝 我覺得太高調 太高調 做投資要低調一點 不過我也沒資格講人家 因為我買美債的錢也夠買大股50宏 是的 好 所以這個我沒有資格講人家 好不好 人家人成股市面賺錢就要拍拍手 好不好 賺波動 所以很多錢賺 可是這不是商務該賺的錢 他很聰明 因為他就是 就是賺波動 比如說他也知道你要買的時候 感覺上要買的時候對不對 他賺那個波動 提早你買 做這些層次交易 他就選在101 為什麼 因為這張所在101 陷入最近 快你0.0002秒也夠啊 懂嗎 OK嗎 懂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你問什麼問題我都知道 突然加油謝謝你 偉算 偉算最好的就是他長很少 對不對 所以你看偉算我沒走好不好 然後哲女男對不對 你都知道 Lily 肉依 你看到英文 Luna Coco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靜雅是不是 他叫什麼 雅雅 YAY 對 YAY 不只啦 你講在摩爾啦 他之前在中式 還有人在中式都有耶 有有有 好不好 那你這樣 那你走走跳舞 義家垮錢 其實義家跟正耀都是很弱啦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硬要說話義家還比較好一點點 好不好 義家比較好一點 連正耀是真的差 好不好 義家比較好一點 而且義家畢竟有創新高 你聽懂嗎 最近股票都很差 你確實說老師都很差 幸好我還有我的紅海廣達 紅海廣達 還有雙紅萬路賣很高 我是不是很難操作 沒有關係我都選雞蛋雞優股 我義家跟正耀 今年第四季都有機會 營收 緩步上升 甚至穿一個新高 整個都是 都做的雞雞高 就是一劑比一劑高 整個都是選雞優股的 好不好 雞優股過程回廠中 我不敢說每一次都會賣高點 沒辦法 可是我知道你誠實面對 我紅海人有沒有辦法賣下來 有 所以你有紅海人你要找我 真的不要省小錢花大錢 好不好 好 前陣子不是有一位新聞主播嗎 一位喔 一位有算 對 有 一位是算第八位 他第九位 對 因為八我是九 他有算 因為 現在跑去 跑去那個 古怪教授 古怪教授那邊當那個 當助理主管 OK 我的每天已經賺翻了 這個不要賣鬧 每天不可能賺了好不好 豬包店怎麼看 我覺得我的選基本面好的我不敢說全部都出掉好不好 不是周思錦是李思錦啊好不好 這個 在中視 中視第二個主持人 一家謝謝推薦 這個股票這個有些是 要不要進出產點一定是股 一定什麼 一定誰的權益 當然是會員啊 會員啊 好不好我只能跟你講我現在還沒有 好不好還有 好不好 OK OK 錦瘦怎麼看 錦瘦 我印象 記得沒錯 我還是賺錢 錦瘦 錦瘦是不是 錦瘦是什麼 3189 你不錯 到時候遇到靜雅 要提醒他背一下股名 好 背一下那個 對 代號 古號 代號 來來來請說還不錯請說今天站很強耶 今天小型股跌翻天再給你看一次 是不是 扇拳 有沒有到 很大根 喔 之前有個不是航海玩嗎 波羅威我看一下 他是聯軍是不是 還是波羅威 好像是波羅威 航海玩有一個買一個 對 是波羅威嗎 是波羅威嗎 最近看起來不行了 好不好 但已經很夠力了 就是認識不是說唱衰他不唱衰他 最近 西關子看起來弱 或者是他出掉的也有可能啦 所以要注意一下西關子現在不行 很多股票現在跌很慘 3630看善權 今天很慘 联雅 沒有賺錢的公司來這樣 也很慘 好不好 注意一下這次 有 有行情的股票 有基本面的股票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喔 好不好 然後 下周 這周五我們看一下數據 我們看一下數據 志堯傳給我一下這個數據 好 而且運勢周五也不擠啦 好不好 今天沒有看也沒關係 反正數據不會太差啦 我直接告訴你 賀錦麗一定把數據 我講去實在話啦 他下台了誰管他數據造假 我又沒有做多 我又沒有做多那個美股 對不對 我做多我的選舉而已啊 你聽懂嗎 所以那個數據一定做得非常好啦 可是你要擔心數據太好的時候怎麼樣 選舉王又校正回歸 有可能喔 你懂嗎 你要注意是下禮拜五 下禮拜三禮拜四以後的數據 好不好 好 OK嗎 有數據了 來啊 我剛才說12萬嘛 我是預測12萬啦 但是預測值隨時會變啦 這是華爾街變的 變11萬嘛 所以你看美國是不是真的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 你看喔 數據做不出來 有沒有看到 有 你懂嗎 注意一下好不好 好 所以這個行情 禮拜五真的很恐怖 好不好 所以有些股票 我獲利 我有賺錢的 或怎麼樣 我有考慮出 可是這是會員權益 你也可以晚一天啊 只是就像我紅海晚一天 好像也差蠻多的 然後萬潤晚一天你也沒賣啊 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知道了 你知道為什麼不趕快參加行列 你看萬潤賣得多漂亮 是不是 是啊 然後3324雙號賣得漂亮漂亮 好恐怖喔 韓索會解凍 今天 紅海 有沒有看到 你看一下 是這樣子 你看一下開高走低 誇不誇張 賣這邊 9點14分 220 220這邊 這特別會員 很怕擔心 因為我們那個特別會員有大部分打 打電話的 可是因為我們最近參加的蠻多的 但是我們還是有 數量限制 可是還是多啊 你有時候一個會員講個兩三分鐘也是時間啊 我們趕快 怎麼樣 趕快發簡訊的方式 有紅海的 趕快賣掉 有些人賣220還賣21 賣220以上的 蠻開心的 然後一路賣 叫你216賣的 這就 普通會員的215賣 賣相對 最低點附近 可是怎麼樣 你還是都賺錢啊 是不是 是賺錢的 你要是這樣分析師好不好 有沒有 就算215也賺31% 對啊 很好啊 是不是 那更不用說220 賣掉的嘛對不對 來我們來念一下簡訊 這是普通會員簡訊 剛才這是新大會員 新大會員其實基本上我們都是以電話聯絡為主 我很少會給你發錢 因為 太忙了 三次那麼忙就8月5號的時候 真的很忙 一直叫他們買 用力買 你看今天賣掉了多漂亮 很漂亮 你問你啊 你一問你那時候 我問你一件事喔 你再看一次 把台積電 把台積電 這一波台積電對不對 出掉對不對 你後面1000塊不賺 有差嗎 對不對 然後你去多買一些紅海 是不是對的 你看角度就知道了啊 對啊很邪喔 哇還好你要閒澤澤 我都不知道你怎麼閒 是不是 閒我閒的比海水還要閒 有必要嗎 那真的很閒 太閒了 好不好 注意一下好不好 現在很難操作 可是越來越操作你要找 最老實的分審師 好 尾串比較安全 為什麼尾串比較安全 就沒漲啊 你知道嗎 知道 你不要覺得要漲很多 你看看就知道沒漲很多啊 對不對 這樣看好像漲很多對不對 拉遠一點點有沒有看到 看紅海 這樣就知道有沒有 是不是要回全播高點有沒有 有 就知道漲很多嘛對不對 對不對 管達現在還有 不用擔心 你看管達今天很相對看跌啊 你看 管達今天咋的跌 沒有跌 平盤 平盤 是不是 是的 你看我的紅海 反而跌 他還是開高走低 被誰賣了 換自己 我出掉管達 我出掉別的股票怎麼辦 那這時候你先賣掉 OK啊 你少讓我不關我的事啊 所以你還不趕快參加我會 你我跟你開玩笑 台灣最紅的 你來看一下 今天直播人數應該比較多一點點啦 來 6878人你看 你們每天都很現實啊 哪一天跌個1000點你們才會1萬多人的 直播來看我啦 然後看一下 紫紫訂閱人數 幾萬 55.3 等一下 55.3位 訂閱者有沒有看到 有 台灣人數最多的 好不好 分析世界最紅的就是 哇 這不能造假好不好 好 大家怎麼看那個大股賢品滑壘瘦山 你們都一定要考我 我就說我姿勢狂你就不相信 怎麼看喔 他們就看 大股賢品怎麼滑壘瘦山 就左手 就滑下去嘛 支撐著嘛 這很正常啊 我那天去 跑步啊 還有騎腳踏車啊 滑倒的時候胃就抽筋了 好痛 肚子會抽筋你知道嗎 肚子會抽筋很痛 因為突然用力你知道嗎 那個他只是輕微的脫胃 脫胃跟脫臼不一樣 你也不懂喔 脫胃就是屬於脫臼的比較輕一種 有時候喬一喬就可以了 可是喬的過程中你有沒有可能 脫胃的過程中有沒有肌肉拉伸 這是有可能的 你治不好的話 怎麼樣 那可能變後遺症 好不好 可是基本上應該按照我對他了解的 應該明天會出賽了 好不好 OK 大股相評 為什麼問我這東西奇怪 你可問別的啊 好不好 今天還要到前波低點 這個要小心這個很怪 對不對 資本50萬可以參加會員嗎 很勉強 就參加普通會員 好不好 普通會員 OK 美在你今生有人跟索羅斯對坐 贏人能吹一輩子 索羅斯也不是每次都對呀 平常心就好 OK 金華也出好爽 這一看就會員了對不對 我剛一家有講的啊 金華我現在也有講的 好不好 OK 太專業了 就是 這個 我來看 中芯店是你的嘛是不是 你這個如果是 個人股票你私底下問我好不好 可以嗎 來 老是吹你賣掉會碟 怎麼不反手做空 這邏輯好怪啊 吹賣掉會碟 所以就一定要空嗎 不用啊 不一定 這個就 拜託把它封鎖掉 因為問的口氣很差 第一個 我問你啊 10個100個會員裡面 你覺得多少人喜歡做多 很少人喜歡做 做空還做多 做多 做多 99% 99%就這麼多 那為那1%服務那1%幹什麼 對 你自己覺得之前我之前跌4700點 4700點我全部抓到 我有做空嗎 我有做空嗎 我有做空股票嗎 沒有 你為什麼想那麼久啦 空手啊 對啊你幹嘛想那麼久啊 我以為我做動作了 我們要有默契好不好 好 那你嘴巴講一下 好不好 OK 所以 這個口氣很奇怪的人 所以這真的是很難 很難當分析師啊 沒有關係人在座天在看 好不好 所以你都邏輯不好的人 你不想想看為什麼我真的時間 去抓4700點為什麼不做空 傻瓜就不喜歡啊 傻瓜不喜歡我幹嘛要做 我逢低買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這樣懂嗎 懂了 而且做空還有券的問題你知道嗎 我還要閒閒的 親愛的 不好意思喔你今天開一下永豐 永豐這邊還有5張券啊 喔那邊還有7張券啊 喔 好累喔 好忙喔 那股票急握我跟你講你保證金 很辛苦你知道嗎 OK嗎 OK 懂嗎 這都很不 沒關係啦 一家只能說要噴的 是之前說的 沒有辦法現在比較危險一點點 一家還好 一家比你自己要好一點點 好不好 OK嗎 美在全鎮被套 這個有解嗎 當然沒解啊 全鎮 你知道美在根本有時候沒動 你去買全鎮 全鎮 全鎮 全鎮就是用時間去賭 你知道 你跟惡魔簽的契約 然後你跟他講說我多久幾個月要噴 美在有時候根本不動 對啊 美在 全鎮最不適合買美在 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還要我教 天啊 你知道我還有認識的朋友跟我講說美在 我去買壽險業的美在 啊不一樣 你知不知道壽險業給你扣多少%我怎麼知道我還幫你做調查 你又不知道我做 我叫你買00687B然後我照買你就照加碼 你錯了你在找我 啊講那麼簡單你都不知道做完怎麼辦 這就是我需要我啊 你知道嗎 有買美在還去買壽險業的美在 然後我負責任 什麼都找投資產 所以你看到差一點點有沒有差很多 哇他以為做多走掉了 我做掉我臭屁的 就一定要做空 邏輯好差你知道嗎 真的我是說的人你知道嗎 知道 OK嗎1100的學長要等很久才能交接了 為什麼賣紅海 我剛才講一大堆 你後來囉 我今天不回答了啦 有些人根本來亂的你知道嗎 那個是來亂的好不好 犯空過得很難住啊真的好不好 對啊 經紀人騙的錢拿著回來 拿不回來 幾千萬 你看 期貨開過走低 我看一下 我剛才是不是跟你講的 是你看到跌 魚波彈漾嘛 是不是 而且你看他是收斂增加差是不是 還在桌展100多點 現在不要亂做多 我可能會以空為主 空跟多多走 我們講 剛才大展第270點 560點 這樣變跌了 厲害嗎 你看跟你們錄影啦 不錄了啦 還被人家一些 根本就不繳錢的 酸民丁 這時候再問那些 我每菜買1多 1.55億了 我灌一年5%利息 賺多少 通常700多萬 我幹嘛拋多多年被你這樣侮辱啊 你要搞清楚 這是發自內心 希望大家賺錢的 對 我真的不需要錄 這個 這個100多集 一年錄1200集這樣子啦 真的 你看我這樣常被人家找麻煩 我還不是 我還是 我很專心的想要幫你賺錢 雖然有每次看到 很奇怪 99%的人支持我 那1%的人來找查 你還是會生氣 可是你還是要告訴自己 我為99%的人的努力 為99%的人的幸福 我很努力 我要幫你賺大錢 好不好 好 所以你看 真經不怕我練 哪有人笑我這樣 對 好不好 所以你要的就是第一名翻譯師 下行情難做 看看加入我喊臉 喔紅海怎麼樣 我講話期貨越跌越多 是不是 最近期貨就賺賺賺賺 可累計還是多少 1200多點 賺的 好不好 紅海賣得很漂亮有沒有看到 有 31% 管達好像還是賺30%左右 有 紅海怎麼樣 賺31%走掉 因為我跟你講 川普 你一定會搞紅海 怎麼搞 比如說你蘋果訂單還找紅海怎麼樣啊 我就課你關稅啊 這不是不可能啊 有仇必報這是川普個性 沒有人比我了解川普 所以你要知道美國選舉前 美國選舉後的行情 你一定要來應洽詢怎麼樣 08006-8085或加號LINE 私信我 所以只要要恭喜你 紅海賺得好漂亮 我已經賺了幾十萬賺幾百萬的 你剛剛要加入我喊臉 歡迎來應洽詢 08006-8085或加號LINE私信我 告訴我你有賺錢需求 只能答應你 會竭盡手的來幫你 賺大錢 謝謝各位 先恭喜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們的紅海是賺30%以上 不管選舉前還是選舉後 投資長都已經掌握好行情了 如果想將我們行列 電話趕快撥打 08006-8085 08006-8085 我們等大家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ogren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ogren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 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 A的帳號 這些偷偷都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喔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ogren 我們的LINE跟Telogren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